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而考古队员发现官叶的导出并不容易 最重要的是选择在哪里开孔 经过专家的多次商讨 为了不破坏官内的完整性 最终决定把官身架高在官底钻洞 还要准备 手有点 看了 他过不过这个黄线 没过了 我说要打到这个 打到黄线 我给你泡着 两个人给你泡着 没有 泡了 这可以泡着 也没水吗 没关系 没有就没有 没关系 你试一下他 这个打招的管子试一下 我感觉打拆了 打拆了 这不是打拆了 好 水来了 咕噜咕噜咕噜 噜咕噜咕噜咕噜 不是水 不要先把它塞 哎呦 这个还有一点点 你看 还要咕噜咕噜咕噜的 直接夹就行了 对 赶紧 放在那个桶里吧 嗯 先放在那个桶里 可以两个呀 可以 可以 可以不 好 这个是泡吧 就是那个泥 我知道 打孔成功后 大量的液体涌了出来 考古队员随即对液体进行了采样 这块好了 有了 好好好 有骨骨骨骨骨 随后 用管子把水引到空桶里 每个桶上在标注时间编号 已被日后查取 经过持续十多个小时的导流 棺内的液体已经基本排空 考古队员对官液进行了预估 排出的官液近五百升 液体排空后 考古队员用内窥镜 为开关方案进行着最后的检查 不是 抽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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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上的那个 这有个什么东西 对对对 这有个什么东西 金属 像金属 我就说这有一个长的那个 对 像金属的东西 圆的还是 是 好像是一个盘子一样的 粘了 是粘了 来 走了 走了 哎 吃 水要出来了 水要出来了 来了 水来了 水来了 谁来了 谁堵住了 谁堵住了 2018年12月14日 长州博物馆的考古队员 正在对唐陵村墓葬 进行抢救性发掘 意外发现的红色器官 在江南地区实属罕见 专家们在对棺果X射线的探伤中 却无法看清棺果内部 大量的棺内基业如何导出 为了保护棺果的完整性 考古队员对棺果底部进行了钻孔排水 神秘的棺内究竟又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金属啊 像金属 金属 我就说这有一个长的那个 对 2019年1月15日 专家和考古队员 一大早就来到了现场 对棺果的开启 做着最后的准备 由于室内条件有限 考古队员决定 在门外搭建场地 以便于棺果的开启 终于一切准备就绪 这一天 棺内谜底即将揭开 如何既能保证器官本身的完整性 又能保证棺内文物的安全取出呢 经过考古队员和专家商考研究 最终决定采取棺底侧方开启的方案 也就是从棺果底部 把棺身整体分离 就像那个我们开那个蛋糕盒子一样 就是不是从它的顶面打开 而是从它的一个 连着棺身一起打开 就是只能剩下 只能留下一个棺底盒的棺底 和棺内的所有的这个物品 接下来 专家将提前制作好的木蝎 沿着棺底缝隙打入 将棺身整体撑起 先别着急 开始 等会啊 好 开始 好 好 然而 棺板与棺体异常解密的贴合在一起 这给开关工作加大了难度 好 我在这儿 在这儿 在那儿 在那儿 我在那儿 我在那儿 你别打了 我打了 好 在那儿 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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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了 考古队员和专家决定 对棺身进行起调 来 来来来来来 哪里 来来来来来 在对棺身进行起调的同时 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 虽然提前将棺叶排出 但棺内很可能会含有大量的淤泥 棺内的文物并不坚固 在开棺的过程中稍有不慎可能就会破坏文物 为了保护棺内文物 专家们决定一边开棺一边用窄木条 在缝隙处对棺底进行逐步加护 在缝隙处对棺底进行逐步 再起三点四根 第四根 好 起了吗 我都起 好 起 慢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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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好了 看 有 有吧 你抢上木头 这边 好 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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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住你 好 我这边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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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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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落后 没有 没有 我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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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数小时的工作 官身与底板最终完全分离 那么厚重的盖板下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文物呢 转转 走 杀 哎 有瓷的 有 啊就在那个口那边啊有瓷的 哈哈哈 哈哈哈 你叫人家不要说话的你是不是 哈哈哈 有这个簪子吗这个还有一个帽子看到 我可以一起抱 第一个是看到的 那个是头土下面看到 两个 两个粘子看到吗 对 那边有一个碗 对 那个是干嘛 一个碗啊 肯定不止了 不那边 我说怕着就怕着 我看着 原青花 密封什么 这么多要紧一下吧 这个原青花也对得起来这么多天这个了 对吧 那个就是太高看那两个碗 对 交叉的这个 现场专家通过缝隙对关内进行着初步的勘察 经过起调 关内的全貌显露出来 虽没有看到丝织品 但是考古队员却有了另外的发现 这些显露在外的骨骼为墓主人的尸骨 考古队员决定将关底转运到工作台案上进行下一步的提取和研究 那就是抬这个 抬这个 对就可以了 抬下面的关板就成了 上面就出来了 就是等于这个关再吊起以后 完全脱离它了 这个时候就想办法 提出来 送进去 然后就不关注进去 对 这里 来 慢一点 好 慢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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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关腰不好干起来 不要关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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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看了你 可以了 好 你可以测试点什么伤了 刚刚说你 站住 站住 后边 后边扭上 还会通过对方上前 再进去 再进去 所以 我多管 援援援援 援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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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援 عل 吃上劲 吃上劲 两个一块吃上劲 这边一定要吃上劲 吃上劲 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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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继续 继续 继续撒手 好 往这边往这边 往这边 好嘞 慢慢放 别别别 这边 好了好了 好 这法没有来 没办法 没办法 没办法